其实你知道我向往丁克 还向往自由 为什么还逼着我要孩子 这样我感觉现在已经没有了自己的生活了 我一直在努力地靠近你 为什么你不能为我孩子做一点点改变呢 你根本就不重视我们的家庭 就因为一点情的事 你就跟我妈闹得那么凶 你懂得什么叫孝顺吗 这就是你所谓的重视家庭吗 你永远都有你自己的道理 在你的自由面前 我和孩子一文不值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和你走下去 有请这一队 有请 胡先生37岁来自四川运营主管 唐女士35岁来自四川自由职业 欢迎胡先生 欢迎唐女士 你们俩现在是什么关系啊 给介绍一下 我们现在正是离婚的状态 曾经是夫妻 对 现在是什么关系呢 现在因为我妈还有一个孩子 然后也是事业上的一个合作伙伴 所以还是算是一家人 这关系很复杂 合作伙伴 孩子的爹妈还算家人不是夫妻 是这意思吧 是 不是夫妻有多久了 应该快两年了 在一起多久呢 14年 最好的青春你跟他在一起是吧 咋认识的呀 火车上认识的 就是当时我毕业 然后去浙江温州上班 然后他是去浙江的宁波 看他的父母 当时我们住的话是 7月10号 早上8点08分的火车 然后在车上的话就一路 然后就聊天嘛 然后就彼此就熟悉了 到了浙江以后 然后我们就彼此有联系 后来半年以后 我们就在一起了 什么时候结的婚呢 2010年 什么时候离的婚呢 18年 当时可能还是更多的是因为 一时气愤 吵架以后 然后说你吧 你就你 你们现在是合作伙伴是吧 对 是事业的合作伙伴 还是家人是吧 这么着吧 离婚离家了吗 没有 那你们俩叫什么禁呢 就是我们为什么离婚吧 那个原因 可能就是因为他妈妈 在我生小孩那年 他妈妈去做投资理财 然后失败了 他就背着我 把我们家的共同财产 拿去就是说给他妈妈理债 然后他妈妈也把房子 编卖了以后抵贷 但是这个事我从头到尾 我不知道 然后后来是通过我女儿去 她奶奶家回来跟我讲 她说妈妈奶奶搬家了 我当时就很气愤 我说这是什么 不是 您闺女是个神童啊 您生孩子的时候 这个 不是 我说我生 投资失败 生完孩子那两年 然后他们去做投资失败了 然后孩子稍微大一点以后 然后他们就中途 还在搞这个事 然后等我孩子大了 然后他们把房子卖了 等于余波至少 波及了两三年是吧 孩子会说话了 中途我可能 就是说有点厚之厚之 就生了孩子嘛 比如重心就在孩子身上了 可能就 他们在干什么 有点就是把我蒙在鼓里 我就不知道 这就不太厚道 对 但是房子是我妈的啊 妈房子说她可以卖啊 但是那个房子 你是知道的呀 对不对 首付我们付的 对不对 装修款我们给的 房子是她的 对 她可以做主 但是你至少给我 知会一生对吧 如果我们经济宽裕 我们是不是可以给她还 这不用走到 卖房子这个地步 对吧 不是 钱亏了以后 可以去赚 但是问题关键的话 是你当时的话 去证我妈的态度 过去的话就证我妈 怎么回事 然后硬逼着我妈 去道歉 去认错 那你觉得来说 这是一个晚辈 对一个长辈的态度吗 那个不是因为 我跟你回家教你 我说你去给你妈 沟通一下 我说了啊 你那叫说了吗 我就是想去跟她说 不要再搞这个事 对不对 我们亏了就亏了 那你以后不再做这个事 就好了 那是我妈 从小到大 我和妈妈一起生活 那你妈杀人放火 你也不管啊 你也不说她的对错呀 做错事 是要去承受 不是 跑交了 跑交了啊 你跟她那会儿的关系是 那会儿还没有你 当时还没有你婚 夫妻关系 对 那个财产是 应该是共同财产 共同财产 对 您拿了家里的共同财产 瞒了妻子两三年 这事不是错在您吗 跟您妈有什么关系啊 但是我也给我妈说了啊 不是你为什么 没跟你妻子说呢 这是核心呢 反正就是妈就没错了 然后给我招呼都不打 还债的时候都拧到头了 确实要第二天 还贷款的那种 才告诉我 我在哪儿贷款 我之所以这么气愤的话 是因为她的态度 因为我妈妈 在我十五岁的时候 就和我爸爸离婚了 然后我从小就说 是我妈妈把我养大的 我妈妈也是一个 经济很独立的人 我觉得这笔钱 你愿意怎么去 承担责任就去 然后我作为侄女 我能够去做哪些事情 我也愿意去做 我发现你的整个思维 就是所谓的 只讲理不讲情 你说那个房子 是我妈的 那是指房本 和法律意义上 是你妈的对吧 对 但是这个房子 实际前面的来源 是有赠与性质 当然你赠完之后 那就是人家的 可是在情上面 好歹跟妻子打个招呼 所以这离婚倒也正常 这是一个导火组 是吗 对 再往后呢 在孩子这个事上 因为他是崇尚自由的 他说他不要孩子 那我们就有一段时间 谈恋爱 就因为这个事 差点分手了 最后他还是 就是说 还是答应他说 我们先谈两年 然后晚两年 再考虑要孩子的事 然后就后来 还是答应了要孩子 我后来怀孕了 怀孕三个月的时候 我身体差嘛 然后大出血 然后在医院 大概住了一个星期的院 在住院的时候 他有天可好了 他跟我说 这孩子不要了吧 他说 本来就不要 当时你的身体 承受不了啊 医生给你说不要了吗 医生说我身体 受不了了吧 医生他只是站在医学的角度 但是你是我女人 我在乎是你的身体 那你站在我的角度吗 一个女人最大愿望是什么呀 这我不管 这女人最大愿望 是不是就还是 还是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 医生没有让我放弃 我觉得 他在我肚子里的时候 你能感受到对不对 对对对 他不是心疼你吗 后来不也生了吗 是吧 对呀 后来孩子生了吗 孩子事他也不管 不管 然后 孩子也是跟我信的 孩子跟你信 那直接说 以后孩子跟你信吧 就很轻描待起的 孩子跟你信吧 我觉得没事啊 不不不 我知道没事啊 就是你对孩子的态度 就是做了爹之后 你还是那个想法 就是觉得要丁克 要自由是吗 我本来就不喜欢小孩子 再说孩子的衣食住行 我也给了钱啊 我一分不少就给了 这不是重点吗 重点是说 有了孩子之后 你还是没喜欢他 是这意思吧 我觉得孩子就应该 自由的话去发展 然后该我去做 不是你没回答我的问题 自由发展是你对他 教育的一个理念 我问的是您的情感的 一个客观的一个评价 你现在喜欢孩子吗 一般 孩子反正啥都不太管 比如说学校有个群嘛 家长群 学校老师在里面通知 明天有个活动 然后体力活动 必须爸爸妈妈一起参加 他可好 他直接自己出去玩了 人家所有都是爸爸妈妈陪着的 结果就我一个人参加 校园运动会是什么好参加的 不就是两人三逐吗 但你知道那个事儿 对孩子心理影响多大吗 先不要吵啊 并不是没有收到 而就是不想去参加 就像您说的没有意思 是吧 他觉得一个小朋友运动会 有啥好玩的 行吧 这倒是人家很坦诚嘛 我本来也不喜欢嘛 我本来也不想要嘛 是这意思吧 所以我也不愿意 为你们做一些改变 有一次孩子发高烧 我给他打电话 他说你自己带去找医生吧 然后我当时说 我说我一个女的对不对 抱个孩子 然后还要拿一堆卡 去挂号挂点滴 我说你回来送我们一起去嘛 他就给我说他忙 我确确实是忙 而且当时我也跟你说了 我不是医生 结果怎么样 结果人家楼下的那个大哥 开车送我们去的 然后前前后后 帮我们挂完号 看完医生 还挂点滴 人家才走的 刚才一直说他爱自由 他指这个爱自由 是我们怎么理解呢 反正他就有他的生活嘛 就比如说去骑行啊 踢足球啊 自驾呀 然后加米尔 你问他吃不吃饭的那种 他可能就说 你不管我 你不用管我 就这种 那你那会儿结婚干嘛呀 毕竟15岁的时候啊 就是一个当心家庭 其实我很渴望一个家 就当时来说 我2007年的时候 去他妈妈那边的时候 我能感受到 他的妈妈和爸爸 还有他 组成一个家庭 这种感觉很好 因为我很久 没体会过这种感觉了 所以我感觉来说 我是很渴望一个家的那种 但是 我觉得来说 有家以后来说 不一定要有孩子啊 你对生孩子这件事 好像耿耿于怀是吧 那你可以不生啊 他死的时候 结婚的时候 也说了 是不要的嘛 结婚以后 他妈妈 每天说 每天说 他呢 耳边吹 耳边吹 所以说不是我非得要生 天天唠叨 天天唠叨 我怎么办 行 听明白了 你感觉他对你 还有感情吗 他对我 还算可以 其实我不能接受的是 他对我女儿 没什么感情 你们在没有孩子之前 关系好吗 还算是好的 就是最大的问题 可能就是当时 在准备要孩子这块 分析最大 其他的都 谈恋爱 没什么大问题 都对你特别好 对 我心里想的就是 要不看在你 对我这么好的份上 然后要不是 现在有个五岁的 可爱的女儿的份上 我还跟你干啥 听你们这么一说 离不离婚 大概我看没什么呀 在我听来没有差异啊 这个离婚不离家 是谁提出来的呀 我提的 因为站到我的角度 为了孩子 那这个离婚之后的生活 和离婚之前 有什么改变吗 从我的角度 我就觉得好多事 我不管他了 就不像以前 今天穿啥衣服啊 衣服我给你洗不洗 但是我现在就是 我不管你啊 你钱我更不用管你啊 以前我都属于那种 他要做个啥 我都要管的那种 这个时候是不是感觉特好啊 挺好 那干嘛还要复婚呢 走了离婚那一步 然后对心里面 还是有 有个考 那这样的话 直接就把 一复婚不就得了吗 又有什么阻碍 你们复婚呢 但是打心里来说的话 我还是希望有自己 更好生活 更独立的生活 挺纠结的 我一边啊 是崇尚自由 我喜欢去骑行 我喜欢去交友 然后还有孩子 我怎么办 到底的话 是我的爱好重要 还是孩子重要 在他眼睛看来的话 是孩子重要 但我觉得来说话 男人嘛 应该有自己的事业 有自己的空间 有自己的爱好嘛 啊 他的这种状态 你接受吗 就复婚之后 他还是这样 你接受吗 我希望他改一下 对孩子 情感走到这一步啊 你有后悔说 哎呀 其实那会儿 不要一个孩子 可能我们就这么去自由 然后一起创业 你后悔过吗 我当时都想的是 要是没有那个孩子 我就很干脆的 你是说很干脆的 离开了他还是 离开他 我觉得如果没有孩子 这个事 不管我年纪都大 我都会离开 为什么 确实大的性格 我可能接受不了 你已经接受不了 他的性格了 那你还跟他想复婚 是为什么 孩子呀 这跟孩子没关系啊 因为我不想 我的孩子 有一种 不爱的缺失嘛 他不是已经缺失了吗 至少现在 Well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it dead And I stay dead Baby you get sick of being a monster Out of my head Under my bed Think you're something Out of my nightmares I miss, sit me right there 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 Then will you get bored of killing me? Silhouettes of you are like a taunt Never really know just what you want With you I don't ever feel calm I can feel the sweat inside my palms Play with me like cats and a string You don't understand the pain it brings You don't ever wanna give me wings You don't ever wanna set me free You know I'm addicted to you And it's twisted, you've been gifted with the evil voodoo Got me coming back for more, even when I've been screwed Dolls full of pins, pierce my heart straight through I got issues in my head I like you in my bed, but you keep me on read Oh, everything is like a test I better not text or I'll come off desperate 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 Baby you'll get sick of being a monster Out of my head, under my bed Thinking something out of my nightmares Stand it right there 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 Then will you get bored of killing me? So if I play dead, will you regret Everything that you did, that you said I don't think you understand what you're doing And my heart's black and blue from the bruising I feel like, when I'm with you I'm losing I feel like, you think that this amusing Sitting there gaslighting and confusing Was it me? Is it me? Am I deluded? I'm the one who's always sorry, the conclusion Even though I offer all of the solutions I wish you loved me like I love you, it's stupid When I'm alone with you I never feel lucid I wish I wasn't struck by Cupid I wish when I first saw you, I knew this When I'm with you I feel so useless I feel diluted, my heart's been wounded Silhouettes of you are like a taunt Never really know just what you want With you I don't ever feel calm I can feel the sweat inside my palm Play with me like cats and a string You don't understand the pain it brings You don't ever wanna give me wings You don't ever wanna set me free 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 Baby you'll get sick of being a monster Out of my head, under my bed Thinking something out of my nightmares See me right there 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